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周灾邪乐 葛寺北灾 歌川广众 歌川国针 歌川国方 到岳刚方年 葛寺英伟 还有上一次讲的河国小灾 时间走也来到了江户时代的末段了 今天要聊的呢 他已经可以完全算是明治时代的会词了 他是谁呢 他被称为光纤化的魔术师 不示惠里的印象派 他的作品绝对颠覆你对不示惠的想象 他叫什么呢 小林清清的生平很有意思 他出生在1847年的江户 也就是东京 那是一名低阶五四 曾经追随德川家对抗维新派的志士 当然了解日本历史的都知道 最终维新派胜利 江户无邪开城 德川幕府倒台 江户也从此改名为东京 所以直到他29岁那一年 他才开始学画画 而且他学画的开始 事先跟当时派出到日本的特派记者 也就是韦格曼 学习呢 谁才写声 拍照摄影 但是后来呢 他找上了我们上次讲的妖怪大使 河国小灾 还有当时知名的版画师 柴田世珍学习绘画 再结合当时引进的西洋画或称作蓝画 那创造了在当时多数一格的印象派服饰会 那日本呢就称这为光线画 开启了他的绘画生涯 而且他也算是天赋很高的画家 在他29岁1876年开始学画嘛 之后一年呢 之后的一年间呢 他就开始大量发表他的作品 小灵轻轻啊 感觉呢 会让我觉得是歌川广众跟末内的合体 他的话早期很多会让我想到歌川广众 然后结合一点末内的感觉 不管是作品的表现方式 还是背后所孕育的时代与思想潮流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看他画的各种阳光 早晨的阳光 傍晚的夕阳 那这些以东京为主的明所绘 都是他早期的一个系列 东京明所图系列 在传统大多以明显线条 加上单一色平面色块的服饰会上了 加入了西洋画法 创造光影 更多的透视感立体感 歌颂记录新时代的美好荣光 有没有末内或是印象派的既视感 末内与印象派啊 画的也是户外的阳光 也是巴黎的景色 不过与印象派不同的是啊 印象派呢 几乎不画夜晚 第一是当时照明设备不普及 欧洲啊在19世纪晚上呢 还是很暗的 第二呢 就是因为太暗了 而且质安很差 这就让印象派那帮人啊 无法在晚上户外写声 当然后来的罗特列克有画 只是呢 他画的都是牛肉肠的女人而已 但小林轻轻啊就画了许多夜间的景色 有一张画呢叫高伦牛丁龙月景 这是曾经身为旧有势力的武士的他 对于文明开画后新时代机械火车的一种歌颂 莫内啊也很喜欢画火车 画了许多火车站 莫内呢有一张画呢 画的也是一辆火车啊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也是在歌颂新时代的产物 当时啊法国总统啊也很喜欢这张画 认为啊那火车啊象征巴黎这座城市即将一飞冲天 那两个呢真的是非常的像那不光是作品像那思想开明 当然也都是因为他们分别身处正在走向高峰的新时代的巴黎 以及文明开画的日本 还有这张我也很喜欢啊浴茶水银 夜晚啊笼罩了整个空间 本应该是漆黑一片的夜晚 透过了萤火虫的微微亮光与船上的灯笼 看见了整张画的轮廓 那再扯一下印象派 印象派呢有一条规则就是他们不太用黑色 因为他们觉得光下在自然光底下没有纯粹的黑色 当然其实他们后来很多人还是用的 小林轻轻啊透过浓淡的技巧表现出黑里面也是有层次的 并描绘了少许的光 营造出一种宁静的东方情怀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葛思应为也很喜欢画晚上 但是毕竟他留下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来了 里面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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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雪景呢 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梯杂 小林轻轻的风景画 除了他这个早期的系列之外 在他后来1881年去香根旅行的时候 所画下的风景名所谓呢 也是美得不行 像是香根木贺远景 香根底仓汤本万年桥 就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很好看 有点中国话 又有点现代艺术里的造型感 在他后来1884年 还创作了两个重要的风景系列 这里他反而舍弃了他早期光线画的画法 后面会解释为什么 这两个系列分别是五藏白景之内 以及日本明朔图绘系列 这两个系列是向他前辈 隔川广众的江户明朔白景 与东海道53次所致敬的 所以这两个系列的画风 会稍微比较跟前面不一样 他加重了颜色 提高了饱和度 还去广众当年也画过的风景 他自己再去画一遍 几乎快变成了他个人的 致敬广众的绘画朝圣之旅了 透过小林轻轻美丽的光线画 描绘了当时的东京与京都 还有日本各地 将那个时代的日本 保留在了画作里 讲到他画的花鸟动物 最常被人提到的就是猫与提灯 以及一张用油画表现的猫与画布 猫顽皮的抓破灯笼 抓破画布 那么艺术家呢 喜欢用猫作为题材 早已见惯不惯 值得一提的是啊 他可能是不示威里 最先最早使用油画的人 他这些油画呢 也是好看的不得了 油画呢 可以画得很浓密的特性啊 在他这个习惯用鲜艳色画画的 不示威时呢 彻底的发挥了出来 那么当然呢 他也画过美人画 他的美人画呢 就受到了岳刚方年的影响 他喜欢用古人作为灵感 比方说呢 他就画了原始物语的作者 指示部 沈朝子的作者 清扫纳言 还有一个系列叫做 教导立之机 这是一位名 这是一位当时啊 名叫松木平级的印刷出版商 他算是当时非常大的出版商 这个系列呢 他找了许多人 除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小林清晴以外呢 还有他后来的学生 锦上安智 以及其他像当时 同样也是服饰会试的岳刚方年 他的学生 水眼年方 等七名会试呢 在松木平级的促成之下 所画的系列 总共53件 小林清晴呢 完成了其中的18件 那画的都是什么呢 画的都是知名的日本历史人物 以他们的生平跟世纪呢 为构想 画他们在教育民众的样子 像是大家都认识的 知田信长 还有平安时代的书法家 小野道风 飞鸟时代的武将 上毛也行民 明智时代的名作家 福帝元一郎 以这些啊 来作为给当时文明 开画的日本人们啊 一个学习的典范跟开模 小林清晴啊 因为学习过洋画 而服饰会呢 主题又是世间白态 所以他对于人物表情的刻画呢 也下过功夫 新版三十二项 便是他对人物生动表情 捕捉的一种图鉴 在这时期啊 画了许多 捧次当时明智政府的插画 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不是看了他晚年画的五张白景之内那两个系列的名所会吗 跟他一开始画的光线画风格不大一样嘛 转变的原因呢 就在这时期 曾经身为幕府武士的他 因为看不惯许多明智政府的改革 所以加入了当时日本最大也最早的杂志周刊 团团真文 为杂志周刊及新闻报纸画了许多讽刺画 来讽刺呢 当时社会现况的一些插画或服饰会 而人们呢 他又称这些讽刺画叫放痴 这是从英文punch这个字来的 他就把许多当时人物画得很丑 那还有许多描绘社会许多荒谬现象 像是人喝醉的酒机嫌12相 画的呢 就是人们喝醉的样子 大家会不会想到东京或是大阪 晚上电车的那个画面呢 还有像是日本万岁百赚百孝 那为什么这个系列前面要加个日本万岁呢 其实当时因为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 同时他也打赢了家武战争 然后分到我们台湾这块地嘛 所以他就用来嘲笑我们这些 打输他们的国家 或者是我们这些当时在他们眼里 是未开化的地方 社会幻灯百赚百笑 把当时人们认为的一种时尚 也就是日本和服配上西洋的高脚帽 故意把穿这样衣服的人呢 在里面画得很丑这样 甚至连当时已经衰败的大清帝国 也要一起讽刺 像这个当时台湾的清朝时期的 抗日英雄刘永福也给他画了进去 那么讲到这个 其实小林青青画了许多战争画 那什么样的战争画呢 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 那么我就不讲这些背后有意识形态 或者是民族伤痕的作品了 在这时期日本为了打赢大清帝国 可以说是许多画师都上了战场 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过了50岁的他 不仅放弃了他早期的光线画 他也逐渐放弃服饰会版画 转而画更古典的水墨画 而他的光线画就由他的两个学生 锦上安智 还有小昌柳春给继承了 事实上服饰会发展到这个时期 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主要还是因为摄影技术 也就是照片的出现 而曾经作为德川幕府武士的一员 看着自己的时代走入历史 转而头像绘画一直 那不知道他在画教导立志基 这些人物的时候 过去日本辉煌历史的人物的时候 心中是什么感想 他曾经记录了明治时代的革新 画过中日战争这种歌颂日本历史的话 也骂过讽刺过这个新时代的荒谬 他记录了时代的交接转折点 许多时候为了不让西方列强 像对面的大清帝国一样被人亲门踏户 那一个国家的进步 必然伴随着许多的牺牲 人难免会怀骨 会跪骨建筋 但如何在变强变进步的同时呢 在这个全球化竞争激烈的时代下 能够在进步的同时保有旧时光的美好 是所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 都将面临的课题